Hello 大家好 我是中思宜 我是秘書的公文 零星咨詢師 很靈魂 靈魅 好久不見了 好久沒有做直播了 說話都有一點點大結 我用我手工做完了嘛 然後最近又有想要跟大家聊的話題 所以說就上來做一集視頻 然後跟大家聊聊看 在聊之前呢 我很想要先吐槽一下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好像我自己做愛自己的功課之後 我開始變得 靈性感官 我不知道欸 我就是把自己當麻瓜再活著 我覺得我的靈性感官好像沒有那麼靈敏 其實也還是靈敏的 好像不太依賴這種靈性上的感官 所以我覺得說 是不是我的那個第三眼 或者是我的靈視力就被關掉了 因為我很久沒有看到 結果今天 哇今天中午我睡覺醒來 就我最近一直都摸名其妙還是看得到東西 但是因為那已經是我這場生活的一部分 你知道嗎 所以我也不會覺得說 他們有什麼 呃 特別的東西 就是今天睡覺的時候 一覺醒來 然後就看到我的床邊 然後一個高高瘦瘦的人 在我床邊這樣子看著我 真的是煩欸 我真的 我真的已經 很久很久 沒有看到鬼了 然後我本人也沒有那種 想要再次看到鬼的心情 真的很煩欸 我看到他 然後現在想起來 就說 真的是 為什麼要跟著我 就是為什麼我不管我搬到哪裡 對我自己莫名其妙的人跟著我 討厭 好啦那是話不多說 我現在是在抱怨一下 就是身為一個 看得到鬼的人的苦惱 那其實我真的也沒有很想要跟他們聊天 我也沒有想要跟他們溝通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就是想要 就是會找到我 不管我不知道在哪裡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話題是什麼呢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 因為最近有一個還蠻火爆的案子 就是大家都在關注的 Amber Heard和Johnny的離婚的這個案子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那個庭審 反正我個人是覺得蠻有趣的 我覺得是比所有連續劇都還有趣 然後爆出來很多料這樣 很多人也在通過不一樣的層面 來分析他們的這個案件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狀況 那其實我個人最近也經歷了類似的 不管是類似吧 我覺得是一個 我可以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一些心得 要對自己誠實這件事情 或者是你要忠於自己 做事情你要敢做敢當 一定要對自己誠實這件事 所以我們通過這個案子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你事情不誠實 現在這個宇宙真的它把你打回原型的速度很快 而且我們會感覺到它好像越來越快 我遇到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有在平時跟我接觸的網友們應該都會知道 我有一堂人生功課叫做 學會站在自己這一邊 那我的這一堂功課 最近就迎來了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這挑戰是什麼呢 就是我在我的工作當中 突然遇到了政府 然後對我其中一個客戶 進行起訴想要剝圖他的撫養權 但是呢他把我的名字 放在了他的那個affidavit裡面 然後這個affidavit裡面當中 關於我名字的這個quote 講的一句話是我從來沒有講過的 就是他寫在裡面的證詞 他不是我說的 然後有很多東西都並不是 就是我在工作當中所做的 或者是我給客戶提供的訊息 所以這中間就出現了一個偏差 我的客戶就會問我說 為什麼你會跟政府計劃長這樣的話 然後我客戶跟我反映了這件事情之後呢 我就去詢問這個政府的官員 為什麼這件事情是出了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我的出發角度還是想要跟他們合作 想要去把這件事情 以一個合作的態度來處理好 那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就遇到了對方開始質疑我的證詞 他們開始質疑我的工作內容 開始質疑我的專業 在前前後後被大概審問了四次左右 那其實四次我都說的一模一樣的話 那關於我的話 我不僅僅是被他們詢問 然後被他們的領導抓去問話 然後他們還給我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那個 那個郵件或者是那個調查信 讓我把哪一天哪一時說過什麼話 做過什麼事全部都跟他們寫下來 那我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會在想說 我是不是在某一個環節當中出了疲漏 我是不是做事情確實有那種口不對心 比如說我跟客戶說這句話 但是我跟政府又說了另外一句話 我自己也在很認真地反省我自己 在這個過程當中是不是有這樣子的疲漏 那當我在反省了過後我會發現 即使我沒有 不管我是做跟這個客戶說的話 還是跟所有的機構說的話 其實都是一樣的 在這種狀況下 不管我被詢問多少次 那我給出他們的答案全部都是一樣的 但是對方可能他們想要的結果不是我給他們的 所以最後倒沒有辦法 他們只能夠去修改他們的 他們的利案或是他們的起訴 但是我個人覺得我很高興我站在自己這一邊 就是不管他們怎麼質問我 因為他們對我的這種質問有可能如果我說了謊的話 那麼我作為一個fessional的資質就會被質疑 我作為一個社工或是作為一個員工 我提供證實的能力就會被質疑 那最嚴重的可能就導致我沒有辦法在這一行趕下去 但是我還是很高興我自己頂住了這樣子的壓力 終於了我自己內心深處做了所有的事情 我覺得就算是犯了錯OK 我可以跟你很誠實地說 這件事情我做過這件事情我沒有聽過 這句話我說過這句話我沒有說過 我可以告訴你為什麼我說過 為什麼我沒有說過 當時的狀況是什麼 那對方就是拿我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問了我四次 質問了 質問了四次 我給他們都是一模一樣的答案 我就會發現說真的 心口合一 以及要忠於自己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大家會看到現在的庭審啊 不管是Emberhead還是Jonathan 說謊的人會很容易或是很快的被抓出來 你到底哪地方說謊 你到底哪地方沒有說謊 他的那個震動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且人們對你的審核 不僅僅是對你一句話的審核 有可能是翻來覆去 從各個層面看透你這個人才看你的真實度 到現在要進入一個覺知時代 大家都在往生性靈方向發展 我們也說過 你的生性靈合一是非常重要的 有時候我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 我們是生性靈不合一的狀況 比如說當我們在面對壓力 我們如果內在本來就有對權威的恐懼的話 我們對於這種壓力可能很容易就會屈服 因為這種屈服的壓力 是我們最能夠擺脫狀況的一個處理方式 因為大家都不想要麻煩 但是這種最快的處理方式可能會帶來的後果 是我們現在無法想像的 我們以前可能會通過一些方式 這件事情可能可以被掩蓋 它可以被壓下來 但是我發現現在這事態不一樣 它的點就在於它沒有辦法被壓下來 你就算屈服了 你屈服了權威 但是你對自己說了謊 這件事情是永遠沒有辦法被壓下來的 所以現在要學會的就是 一定要忠於自己內心最真實的感受 不要害怕犯錯 不要害怕做錯 不要用對錯來評判自己 給自己添加各種各樣的標籤 不管是對還是錯 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要對自己誠實 我們只有對自己誠實之後 我們才會有辦法對這個世界誠實 我在我自己的內心道路上 就有看到過一句話 就說你可以欺騙全世界 但是你不能欺騙你自己 就有的人他可能會說謊 他的出發點可能是一些善意的出發點 我們說所謂的白色的謊言 但是他的內心深處是不是有忠於自己的 你的內心深處是不是有忠於自己的 這一點其實比較重要 所以想要跟大家就來分享一下 就是再 分享一下第一點 就是要對自己誠實 因為不管你說了什麼話 做了什麼事情 這宇宙之下全部都是 真的是朗朗乾坤 無所隱頓 然後大家看現在 不管是名人爆料了什麼 名人做了什麼事情 他一下就會被翻出來 然後這個人有沒有說謊 這個人有沒有誠實 他也一下都會翻出來 那你這個人 作為你 你自己對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你作為一個誠實的人的這種 品質和本性 他能夠被看到和被認可的速度 也會比以前更快 因為現在社會就是 你沒有辦法被隱藏了對不對 還有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愛自己的過程當中 一旦你開始的這個功課 也就會從各種各樣的層面上來考驗你 我也是經歷了從重的考驗到現在 也還是在繼續被考驗 而且考驗也是一次比一次一次比一次來的更大 但是只要我們能夠抓住那一個點 你只要知道你的功課是什麼 你在做每次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去想到這個功課 然後你再去做它 以它為軸心 來審核我們自己的內心 我覺得它是一個比較好的衡量標準 比如說在補出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內心深處的一個聲音就會說 我知道我的功課 我的功課就是 我會不會站在我自己這一邊 那是一個非常很明顯的跡象 那麼我要如何站在我自己這一邊 在這件事情當中我要如何去學會 不僅僅是站在自己這一邊 同時也可以去平衡處理事情的這種 完整度或者是穩重度 然後慢慢慢慢的 讓自己從這一個狀況當中走出來 然後成長到 我可以不再被這樣子的狀況受影響 那麼你的這個功課就完成了 所以它是一個很漫長的路 但是我覺得它也是很蠻有趣的挑戰 因為當你在完成了這件挑戰之後 你所收穫到的東西 是意想不到的 我剛好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又看到鬼這件事 很討厭你 只是最近非常非常有心得 特別是對這一個話題非常有心得 就是一定要忠於自己這一個話題 然後希望大家也可以慢慢的去審核一下自己的內心 或者是觀察一下你周圍的人 看看是不是也有一些人 他們的謊言現在很容易被拆穿 或者是由你自己內心深處 一些想要掩埋的東西 沒有辦法再掩埋下去的跡象呢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需要去work on的地方囉 好謝謝大家今天來觀看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的話 記得點訂閱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